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這個展覽是7月20日的一個展覽 邀請了三位藝術 這次也有一個相同的議題 剛剛就配合了關於香港的一個記憶 為什麼會有一個主題的show 其實這次是五月份的巴賽 我們的bues就剪載了杜凱全的作品 完全都沒有期望到來到的觀眾 或者床家都表達了同一個信息 就是對於香港存有一個好心的感情 尤其是在這個時代對於香港那種情懷 這個很難得的一個現象 所以令得我們今次想擦淺這個展覽 我的作品其實主要都是一些生活的記憶 想把作品可以真誠一點去表現出來 我就會視自己在一個城市裏面的漫遊者去發掘 不同身邊對我有感覺的一些事物去再現出來 會比較用一些寫實和比較直接一些 可能我是比較喜歡一些古典的一些柔畫作品 所以我畫起來的時候 都是會比較注意重現一個具象的畫面 我的作品的風格其實很多立體派的影子 就會有很多抽象一點的painting language在裡面 我運用了很多collage或者空間的interlock 或者一些superimposition的方法去做 而且都放了很多身體的符號 特別是女性的身體 我自己MFA的論文的研究題目 是講香港identity AMSpace去展示的工作都是圍繞著我對於香港身份 或者整個香港的現狀 一些反思或者感覺 其實前日有人問我 怎樣去定義自己是一個做什麼的artist 就定義不了自己 因為很多時候的造廠就是 很喜歡用一種媒介去出發 當我想說一些說話 或者我想透過作品去做一些東西的時候 就會用對象的媒介去做一個開詞 所以那個時候作品 就不會有一個太大的 在materials或者media上面去面接 很多時候面接的話 都是透過一些contact 或者我想說的一種故事去做一個聯繫 這個展覽關於記憶 特別是香港的記憶 是符號 還有一個前提的就是消遞 先講記憶 在你們這個generation 對於所謂香港的記憶 我相信亦因人而異 馬上在你的腦裏面閃出來的是什麼 以及这些所谓记忆它会不会依附在某一些所谓感官的痕迹里面去呈现 我小时候都对于香港的记忆不是说很有感觉的 我只记得回归的时候可能有很多红色的中国旗海在飘扬 那年其实都挺震撼的 但是我对于殖民时期和真的回归了之后的那段时间 其实都没什么很大的感觉 但是去到读大学的时候 看很多不同的书或者申请有很多同学去讲的时候 就会留意到自己的 identity的问题 那就开始可能听一些旧的广东歌 再看一些九十年代八十年代的电影 可能这个就是一个视觉和听觉上面的一些感觉 到我真的来了英国之后 就会很容易去思考自己在香港的时候究竟经历了什么 也会再去想回原来其实我都很喜欢 在香港的独有的味道 很难说到的 可能是天星小龙的时候那种柴油味 臭觉其实应该是最令人难去忘记的 而且听广东话的时候就会觉得很亲切 你提到天星小龙的柴油味 我相信都会记得很多人的记忆 一个有趣的就是 你现在讲的关于气味的记忆 但是我们不能够在我们周围的环境里面 重新呈现那种味道 当你透过你张画呈现这个视觉影像 你又特别再提醒的时候 好像这个影像虽然是视觉 但是它都可以带动到一个臭觉的记忆 你是不是除了视觉之外 其实都附托了其他不同感官的记忆 有的 其实这张画本身 我是在回应着 就是硬顺勾的一段文字 去对于故乡的一些演绎 那我就将画面 就配合了一种落雪纷飞的感觉 就是其实是一个很sure view 因为香港不会落雪的 但是另外就是 画的时候 其实我自己都会 投入一些气味的一个想象 其实因为我画天星小龙 是因为我很喜欢搭天星小龙 和我是坐下腾的 就会觉得那短短的 可能十几分钟 其实是一个很好 让我自己静下来的时间 所以我在画的时候 其实我都是 好像回想一些记忆 可以令自己舒服的 你见到其实我画的时候 都会有一些是那个灯光 反映在一些很厚的油漆上面 和一些扭钉上面的反光 那种质感 和它那些山手 那些绳子很粗糙 但是又不断地用的时候 其实它已经是披了口 在阳光底下 你会见到 麻省的丝 可能会在这个空气里面 散开了 那其实这个都是我自己 对于天星小龙的一种记忆 我其实没有一定需要 那个观众和我有同样的感受 我都希望 虽然是一个很具象的画面 但是它可以给到观众 有它自己的感觉 你刚才也提到 广东歌或者香港的电影 都是你对于这个地方记忆的一部分 你可不可以举一个例子 在你的记忆里面最深刻的 那阵子大学有一个中文课程 要去讲广东歌 我是听回一些比较旧的 譬如许冠杰 我记得有一首是 那时候我挺深刻的 就是在阳方迷目 就是说一个油纸去到外国的时候 就是在一个好像很迷目 然后看到有点轮光 就会想起故乡 就是港口 香港的一些画面 那当我现在自己真的来了的时候 其实我都会看到 这里的月光的时候 又会想起香港 或者是当我一听到 有人讲广东话的时候 其实会有一种很愉悦的感觉 就是心底下 你就会觉得它是朋友 或者是很亲切的感觉 其实我是喜欢看 抽星辞不停的路 因为里面有很多 香港人才会明白的东西 因为如果你把它配音 它始终不是广东话 就已经没有了广东话那种味道 Hason的画 在题目上 很多都是香港电影的 一些经典对白 Hason 你对于香港的回忆 还有没有其他东西 香港记忆 我是一直都没有什么颜色 在我的论文里面 都有去研究到 究竟我们的记忆 以及对于那个地方的文化了解 是怎样建构出来的 我研究到 和自己发现到 其实家人的影响是很多的 比如我对香港的家 但反而对大陆是有小记忆的 当时我和我的姐姐都要 一定要跟他们回大陆 我自己的感觉是 我们都很不喜欢回大陆 因为回大陆的过程 当时是要搭船的 搭那艘船 我搭得很厉害 就是因为这个经验 这个感觉 是很抗拒回大陆 然后就开始对身份 或者香港 中国 这些这样的字眼 有些意识 但你说实质上 究竟有没有 想拒绝他 我就未有 我是去MFA 这个 年二的时候 才开始去看一些 关于香港 符号 或者历史的议题 我自己觉得 香港的身份 是很模糊的 而那个记忆也很模糊 所以我对于 那种模糊性 在我的画面 都有表现到 比如就将用很多 关于香港的历史 或者文化的符号 很矛盾性地 和不同时空的符号 重置在同一个空间上 其实都是我自己 对于这种 很模糊的反思 和感觉 那为什么会想 选择电影对白做呢 第一个原因 是我的画面 都偏向抽象的 我是想 和观众 有多些 互动 或者让他们可以 觉得 进入到我的画面 多一点 因为都放了很多 主观情绪 那我的对白呢 就用了一些很经典的电影 例如是 据说将所有事情忘记 每一天都是一个新开展 还有你唯一可以做的 就是不要忘记 那其实我的对白呢 都是有意识地选择的 内容其实都是关于忘记 记忆 时间 或者未来 围绕香港整个预警 但是为什么会 那么想选香港电影呢 或者为什么要选一些旧电影呢 其实我是 因为一些蓬佩的影响 而很喜欢看一些旧电影 前几年呢 香港上映了一套 《流金岁月》的复修版 那么主角就是 钟楚雄和张曼玉 第一次进戏园 看一些大过我很多年的一些戏 那么发现 那里面 电影展示的香港呢 那个味道是很强烈 和很吸引 你觉得很漂亮 就是可能电影里面 讲到当时的中环 或者一些村屋的状态呢 都会觉得是 哇 比香港好多 那种怀旧的感觉是很重的 还有那种人物描写都 很能表现到香港人的特色 如果要再说另一套呢 就是《古惑仔》的 我是都不停不停翻看《古惑仔》 黑社会那种意气 和在友情之间那种 struggle 或者跟他本身的 duty 都觉得是很有香港的特色 关于香港的记忆 你都讲了一些很具体的东西 但是在你的绘画里面 那个表面方式是挺合抽象 那就是我们不能够在画面里面 马上recall到你那些很具体的记忆 所以你就特意在这个画的题目里面 又尝试把它拉回去一些比较具体的记忆 甚至乎是一些我们香港人的集体记忆 例如对一些情形的经验 你怎样看自己在这些 处理记忆的方法 由于很具体 和比较模糊的那种作用 我自己去处理记忆是很断裂的 就是这种碎片化 可能就是因为一直都没有很强烈的意识 要去记忆一些东西 或者去感觉一些东西 所以才有这种断裂的感觉 在我去感知这个整个香港的预警 所以在我的画里面 就会出现很多不同符号 同时间放在一起 然后它们会互相影响 或者它们的意义 可以再不停地扩展出去 那这个是我的一个很大的动机 那个inspiration也是从 我怎样理解整个香港人的身份 其实就是给很多这些符号去包围着 然后你没办法一一去 define 或者拆它们出来去研究 因为一个符号和一个符号一定有相关性 然后符号会像一个network 这样不停地放散出去 所以我就留意到这种复杂性 或者这种很混沌不清的状况 其实是非常贴近我们日常生活里面 我的画就会有这种这样的表达手法 可能也是我对于记忆的一种表现手法 而不是一种要呈现一个单一的场景 是同时间放了很多的场景 当然这个场景也都包含一些内在心理情绪的表现 再加一些实际上一些香港的画面 阿杰Ralph 其实我好像想不到一套特别有印象的电影 因为我觉得它全部都是一串的东西 不想垂成一串的 在纤丝里面 我突然之间一吐气出来 表示我对这个香港的地方不印象 我一问我自己这些的时候 反而是一些很个人的时候 可能很小的时候 看索罗隆 就是看卡东片 或者小时候跟朋友去玩 什么时候开始对香港的身份 这个地方很有充敬 或者很有挑战的时候 我想应该就是 读书的时候就开始去 越来越多理解这个地方 我一时间里面 很多社会事件出现了 例如2014年的时候 或者是近2、2、3年的时候 我突然之间就好像 更加認識了这个地方 其实我不知道这个地方 有没有改变的 其实我说不一定改变的是我自己 突然之间 我好像 再重新去思考到这个地方 对我来说是有什么的局势 我是这段时间 我最常会去思考的东西 所以我很难定理那个记忆 其实应该是 很过往 很以前的自己 很小时候 才突然之间去到 哦 2014年后的时候 就突然间整个香港的变化 和我自己的变化 那变得很大 那两个人分 远到好像突然之间抽离了 由以前 进化了 到另一个情况 那所以 我开始观察这个城市 是由那段时间开始去思考 对我来说 记忆在香港这个位置 其实是很错中复杂的 但最有趣的角度就是 当我身处容易地回想到香港的时候 那角色就会很不同了 因为当我土壤那个羊分 在外地 但是我的灵魂 在香港的时候 那我会用一个什么角度 什么身份 去讲述香港感情的地方 还是我会变成 我已经是一个流氓海外介绍家 去讲香港 还是我还会骗着自己去讲香港 还是我已经完全去调理香港了 就是讲外国 这件事其实是很麻困 很奇怪的 当我们要去透过作品去讲 关于一个地方的记忆或者经验的时候 似乎都离不开 你要用某一些符号 那当你选择这个符号的时候 似乎就是 你是有某一个身份 在某一个角色底下 去找我的符号 大家会怎样看符号的运用 在自己的作品 因为我会常常回想 到底我自己的创作 是什么时候有一个很大的转变 就是因为其实我很小时候 我已经开始学画画 突然之间 为什么我又有画画 变成他做一些很奇怪的东西 例如就是 用不同的材料和媒体去做事 因为我没有 其实对我来说 是好像多一种角度 或者多一层意义 赋予给一件事 其实身份的转变 是 我都很难去 很斬钉 直接去讲他的身份 因为对我来说 我始终都是我 我的身份也很多 其实 到底我如何去讲这件事 其实我介入方法有很多种 但是 如果突然之间 如果我做了一件work 去讲我所观察到的社会现象的时候 我就会用我可能 近几年的考试画 又或者我创作的一种方向去讲 那我身份其实是 我离开我自己的样份 就是香港的地方 所以有时候我都很好奇 就是当我身体离开了香港的时候 我会怎样去做创作 有没有问题我怎样去看这个环境 可不可以就如今次展览你展出的作品 在符号的运用上 你有什么考虑 我想符号 对我们来说 可能就是那个作品的媒体 或者是那个材料 就是因为我是想说 现在这个社会的环境 很多时候就被我们很多资讯去包围 这些资讯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来自电脑、电视、电话 这些电视的资讯平台 那我就直接用它来做那个错作 但我相信你想在这个作品里面表达的 并不是在这些资讯里面 它的内容 而是你有某一个角度去选取那些东西 所谓选取就是 它选择什么东西 你就追着画 那这个对你来说 是不是一个符号上的考虑 为什么要这样做 因为我想说这件事 是在不断地进入我的视觉 或者是在我里面 它里面有没有任何符号 有没有任何的标示 其实对我来说 都不重要 当我不断地作为一个外人 去吸收那些资讯的时候 就是不断那么滑 或者不断追着那些光 追着那些颜色的光 去不知不滑下去 所以它是否符号 其实我也不知道 是否定义它是符号 当在这些媒体上 有很多不同的讯息一路闪出来的时候 它原本作为一个符号 它有某些事情的 但因为你一会追着它 它去得很快 你又互相重叠 会不会是原本那些符号 在这个情况下 是互相瓦解了它 我想应该是 可能是瓦解了 再重组为一个大符号 但这个符号 其实不是一个很具体形状的符号 或者是一个很新形式的符号 Lewis 在你的作品里面 这些影像对你来说 是不是都有一些符号的意思 你选择这些影像的时候 因为我以往都是 喜欢看古典的作品 里面有很多符号 有很多指示 所以对我来说 虽然我是很简单的 去画一个物件 但其实会有它想说的 比如可能你看到一个木马 它应该是一个很开心的物件 但它又有少少残阔的感觉的时候 其实就是想透过一个对比的关系 去特意夸张了那种很凋零的气氛 天星小轮 就是透过在上面的一些绳 或者是一些山寿的细节 因为山寿一定是一些不好的东西 或者是一些绳的时候 就纏在一起的时候 总是会听到一种好像很纏妖的感觉 或者那些雪的画面 其实我画的时候 只不过是回应着 银纯钩的记忆 其实是对于落雪 或者是落雨的时候 会令一个人去对于故乡的 产生的情怀会更加强烈 所以我就挪用了它这个符号 去画不同物件的时候 也都会去考虑到 其实那件物件指示 或者它在符号上面 它象征着什么的东西 当你选择用视觉的形式 去呈现这种符号的时候 你怎么看不同的媒介 在同一个符号的混用 或者处理上面 会有什么分别 或者当你由文字的媒介 去到影像的媒介的时候 这种符号的考虑 有没有什么转变 我觉得其实文字 是可以表达到一些 视觉做不到的效果 比如气味、温度 在画上其实是难一点的 所以我觉得绘画 是本身有点点局限性的 但是我也希望可以在绘画里面 除了五感之外 其实可能会透过 用一些故事的形式 去令到观众可以去理解多一点 这个其实可能反而是 开放式给观众 如何去投入到画面里面 Hason,有没有什么你想补充 关于符号的混用 在自己的作品里面 这批作品 可以说是我第一批作品 去讨讨论香港人 或者整个香港历史和文化 所以我选择的符号 其实是可以再有多些处理 或者筛选 或者多个组合 可能会有多些可能性的 这个可能是 之后未来的作品 会去继续发展 现在的作品的这些符号的状态 其实我是故意选择一些很大事件 大事件的一些片段 或者关于一些想运动的符号 再加一些电影 可能一些电影的image 然后就混集在一起 特别你提到这种混集 你对你的观众有什么 expectation 你想他们很容易看到你想表达的意思 还是你觉得这种隐悔 是作品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那你如何去考虑观众呢 那个workshow的期间 我都翻了很多次的 都跟了很多观众去听 都挺surprise的 大部分有很多反思 或者很多情绪 一些是站在命名为海欧的那一张细画里面 就是站在那里看了很久 其实本身是没看那个作品表题 那个文字的影响 又是很帮助到他们去 更加intual work 或者想去理解课别 有些人看到我的作品名字 再看我整个表演的名字 然后就立刻可以联想到我想说什么 知道我这批作品的主题 是围绕着什么内容 然后他们就可以有很多的解读 所以我觉得在画面上我是 就是我画了我想表达的 我想先处理一个空间 或者内容 是先顾好自己的情绪 然后表达出来 然后再在文字和文字那方面 去加上更加多些 许多的信息给观众 我希望他们可以进入我 創造的那个世界 因为他们有画 可以看到画家的 这个回应 是用视角 不是用颜色的空间 发展到一些很基本的元素 但是可以令到他们 有多些五感觉以外的体验 但是我就未必想他们 去记录到一些 立刻的感官的体验 你们怎么看其他人的作品 或者会不会有一种问题 你想问其他的乐器合作者 或者你对于他的作品的一些体验 其实我也知道 Juwal是怎样去做他的创作的 我会觉得可以很快 就去回应到自己的一些即时的感觉 接着又会见到很多 很跟到trend的东西 就即时可以做到出来 那我其实都觉得挺surprise 就是那个处理的方法 我反而就是有些想知道 那你怎样去选择那些不同的影像 会不会其实都有考虑到构图 因为我见到你画的时候 其实都会有将很多不同 在移动的影像不断地重置 其实这个东西是很自然地去 纯粹填满了画面 还是还是其实你是有考虑过 怎么样去令到构图好看 因为我其实见到 你都是有分主刺的关系 跟着有虚实 其实我根本上是很构图的 因为我们要构图这件事 是完全不重要的 因为我是不想去美一点 我有点不懂得 我想让他有点去变丑 或者变样子 所以我怎样去把那些 我见到的那些object 怎样去构图 摆坏呢 其实就是当我去 那个video的时候呢 我就直接stop了他 就把那个画面 放在这个画面 放在这个位置 然后主刺之分呢 其实就是 因为其实 我们的经验连一 经验画很不同 当我做了法家画面的时候 因为法家画面一画完之后 就很自然遮掩着后面发的光 所以其实我是不断地填那种正面的洞 当我填那种洞 其实我是跟回职人 或者是在那段时间里 最想出现在我眼球 或者是在社交媒体上 或者是在电视节目上 或者是在电视节目上 一些画面 但是在那段时间 因为它变得很个人化 所以其实当时我画的时候 我是特意叫了 跟他们的年纪 和私人的朋友 给他们的YouTube帐 或者是他们的Facebook帐 和Netflix帐 给我看 所以他们讲这些事情 在我那个时候 整个香港 整个世界就是 被这些东西包住 所以 我这份作品 我是特意叫我个朋友 我问他加不加一些 他可以用你 赢我用电脑的时间 把一条片给我 我就直接用他 用电脑的经验 画出来 那条片 因为人用电脑的时候 一般看电视也不同 看电视的时候 电视是不会来 Orient的感受 它会不断地播放的 但当我用电脑的时候 我可以poss画面去 我可以慢慢去看一些 所以 所以 这个就是 我创作的那种 过程和想法 不如接着我问一下 其实 你画的作品 当时是否有抽象 有时候 就是 当我作为观众 看这个作品的时候 我会是 用错 用错一个 视角去看的 但这件事才最有趣 就因为 可以脱离 作者本身的想法 去介入 甚至乎 你喜欢做这件事 你都完全不介意 你做不正 当有时候 观众 甚至乎 看到完全是离谱 是距离很远的 那你会不会有时候 是 觉得 很有趣 还是觉得 都会再解释这件事 或者有时候 当一些 观众去问 你做文件的时候 啊 到底你这个画法 或者这个画面 想说些什么 你会不会很特别的 解释给他听 其实我想说些什么 还是都会解释 我相信 Printing 就 不会每一寸 都可以解释 就是 我总有一些 虚的位置 没有Defined的位置 一定有这样的空间 而 它是 可能没意思 但可能配合那个画面 它要 可能这一个 要白一点 那边要 要疏一点 要默一点 可能是回到 pinking language 要这样处理 但如果说 对应作品的意义 一定有的 那如果观众问到我 其实我会看回 它是哪一类的观众 就是 如果它真的很想 知道你 想知道你的内容 比较多 或者知道你为什么 要这样做 那我就会解释 那有些很specific 指着一部分 问我 那这个 这个老虎是什么 我就会解释给它 那他们解释 其他 他们就会 跟朋友说 我以为是什么 猜不到是什么 我是觉得 是有趣的 因为 亭廷就是这么开放性的 还有 本身自己很喜欢看画 有些方面 训练 去看画 可能才会看得到 那个 artist 一些特别的处理 例如我看Lewis的画 我也是很喜欢碰到他看 碰到很近 然后看一些颜色 怎样捉 然后不捉 怎样走 我很喜欢看这些 那可能是抽离 作品面领的 因为我会很纯粹看一些 画面怎么处理 但是回到那个 面领上面 一定是最接近 就是跟artist 那过程中 都可以知道 观众是什么 因为不同年龄 不同成绩 都会看的 很好 我想问Lewis 你自己很喜欢写实的风格 那在你的作品 都很明显看得出 那我自己想问 就是这种写实 背后 会不会其实有一种 很特别的意义 就是一定要写实 有很多人 看到我的作品的时候 其实都一定会有这个问题 为什么要画成这样 就是为什么你不拍张照 可能这个是跟我自己的性格 和每天的操作上面 因为当去画到很写实的时候 我自己会觉得 那个是一个最令我舒服的 就是当我去投入去做一个绘画的时候 有这么大量时间去投入 因为画写实的作品 其实是 和大的作品 你那个体力的劳动 或者去画的时候 它要拿到很准 这种东西 其实所有东西都是一些很 和对于物料上面的一些即时的回应 始终会和照片很不同 那当然在创作的不同的时段 我其实都会尝试去令到一张绘画 多一些绘画的味道在里面 都会坚持是画得比较具象一点 但当然我也会希望 我的绘画里面可能会和照片 是越来越不像的 其实我也想冲破这个限制 或者你是怎么去努力 或者是怎么去选择 什么情况你会用 比较死神 或者什么情况你会用 什么印象的方法去作画 我不是说 我都会喜欢在这个城市里面游走 那张画其实是在画一个 就是一个香港很典型的栏杆 那跟着那些茶餐厅收工之后 就很轻把门口的地毯就这样浪了上去 其实是一些很地道的 很骂的一些行为 但是在那个时刻 在那个灯光底下 我觉得好像是整个气氛不同了 好像很提升了那个感觉 那画的时候其实 我觉得是反而看看自己的状态 究竟想很快地完成一张作品 还是很想慢慢限制那张作品 画起来可能有些会很快的 但是画完之后 我觉得它应该要停下了 那我就停下了 那可能有时候都会因应那张画的 那个scale 就是可能譬如一些小的画 我可能当它是一个草稿的形式 或者是一个束写这样 就会可能画得比较快一点 所以完成到整张画的构图 那个气氛颜色 我觉得OK就会停下了 要填满一张大画 和画一张小的画 会是很不同的嘛 那所以变成了不自觉这样 其实我有点少少control free的 就是可能如果那张画 原来会攀到很长去做的时候 我就会不断地 我觉得这里应该都是要再画得直一点 这里应该都是要再画得细致一点 那变成就会很多时候都是去画到比较细致一点 那我也会尝试怎样可以令到画面没有那么紧 就是尝试是会画得松一点 这个展览的题目呢 叫做消逝 香港记忆与符号 不知道三位对于特别是所谓消逝 你们怎么看 你们认不认同 一些关于香港的记忆或者符号 都是在这种所谓消逝中的状态 究竟那个所谓消逝是关于香港记忆的消逝 还是是这些去表达香港记忆的符号的消逝 有人认为是承载着记忆的符号消逝多于对这个地方的消逝 但是我想是可能因为时代进步也好 或者是很多不同的社会一族也好 香港这个地方有很多符号 或者很多承载权权的一些优 记忆的优势 都会慢慢地被不同的地方 或者是不同的国家去感觉了 但我们作为我们这个地方的人的时候 我们可不可以把这个记忆的符号呢 它怎样去令它变好 或者是令它的符号去转型呢 我觉得这个是作为创作者要去想的一些方向 我觉得香港其实是有些符号是在消逝的 回想起来有很多东西会觉得 原来那时候经历了这些东西是很美好 我小时候我不会去理解身边发生了什么事 或者有什么明星过了身 但是当我年纪大了的时候 我发觉原来我所熟悉的香港的符号已经不见了 那时候我的感触会很大 譬如可能我看到Juaf那张画里面有Jumbo 我就会立刻想起自己小时候都上过去那艘船 记忆都好像已经消逝了熟悉的一些文化元素 可能都会没有了的时候会令到人觉得可惜 我绝对同意的是消逝 我自己的那种消逝就是自己那种符号的消逝 记忆已经在我们的脑里面了 它会可能随着时间被答案 但可能接触到某些事情之后 可能你的记忆会发布 所以我觉得那种消逝不是自己摄到那种记忆 是那种符号 而这种消逝是实实在在进入一个不断去 好像是transformation的过程 可能每个年代都不同 新一代的理解的香港和我们理解的香港已经很不满 就是因为这些符号已经不存在了 他们可能都找不回这些符号本来的模样 所以他们理解和我们理解就很大出入 而正正就是因为有这个消逝的过程 和它真的不见了 所以我更加觉得artist 可以做的就是 继续去抛发这些事情出来 不断去给人讨论 我想消逝的几点个位或者是符号 我们应该是很自然地让它慢慢消逝 但是可能现在整个环境有机会不是消逝 而是开始慢慢扭转动 第二种的转改 或者是第二种的印象 开始被捕 我觉得我们应该是捉住那个记忆很硬整的位置 还是我们很自然和smooth地让它慢慢转改 是怎样难缘这件事 我见到几位的作品 其实都很努力将一些关于香港的记忆 的符号 不断用你们的方法 找出来或者重新解读 我也同意有一些符号 它是随着时间会慢慢被人淡忘的 或者对于符号的阅读 是会转变的 我觉得作为artist的角色 也都很主要是关于如何对一个地方的印象 或者记忆 用你的方法 用你的符号 去将它一直延续下去 尽管这个符号的意思 是会随着时间改变 或者所谓符号的意义 其实都是药定续成的 但是这件事一直流传下去 我觉得对一个地方的记忆 是会消逝的 每一个时代有对于 那个地方的一些不同的阶段 我只是感到你们所谓的 我做这个过怕的身份 看到20年代香港的评伐 可能感触跟你们迷雷差太多 用力自己是做文化的人 对于文化的观察 从一个长发冲击到慢慢接受 到身同感受 这件事 是从自己都是自身的身份 从来 可能有一个单身 去到这儿去分制 变付妈咪 从社会和做一个人 或者做一个家庭 我给了一个很大的影响 和思考 我觉得 大家在这个史类里面 看到这么多出的东西 是一个苦慢 但也可能是一个门 因为你从来都没有想过 自己是一个历史的幻想中 可能我们 如果我自己是台湾人 是台湾人 是一个太舒服 或者是躲起 躲起来 我们的状况是一样的 幻想中的 就对我们的状况 所以我觉得 这次就是一个情况 虽然我们的疫情 但是我们的疫情 但是我们的疫情 但是我们的状况 会有些人进去 很多状况 因为他们的状况 每个人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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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也可以把我们的状况 很多人的状况 我相信 我们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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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我们的状况 也对我们的状况 我们的状况 也对我们的状况 我们的状况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